地方制度法第33條條文修正通過 主席各位同源大家早安 這個會期由我擔任招委之後 原住民的法案我們通過了非常多 所以今天我也特別感謝地方制度法第33條 在這邊刪讀通過了 本次修法我完成了三大里程碑 第一個是法制上 我們首次打破了山原跟平原的隔離 未來都會區的原住民不分山原或平原 人數如果合計達到一定的門檻 就可以共選原住民的一員 第二個是完成了族人23年來未進的置業 自從90年開始就有立法委員提案 三元的參政權必須保障之後 終於在今天在我朝委任內三讀通過了 在這裡我要謝謝國民黨團一路的支持 謝謝民眾黨團的支持 當然也要謝謝民進黨回頭是岸 再來呢我要恭喜彰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雲林縣 因為我們的保障是比照平原之後呢 在這以上的幾個地區都會更增加一席的山地原住民議員 第三個是守護屏東鄉親的權益 避免少子化的關係會減少了十二席的議員 我想原住民的族人是想要來實質解決問題的立法委員 高金蘇美 吉瓦斯阿利 一定會堅持繼續捍衛族人的權益 我們歡迎收看 謝謝大家